广东省考古研究所 会配合广汇高速工务建设 对横岭山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面积约8000多普方米 发掘墓葬达300多座 现在以后省考古队 就组织了一般的考古队 十来个领域 办了工具 差不多程度都是 它约去一米一米六十多 两米之内都是 皇冠里告诉我们 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 横岭山古墓群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如此大规模的古墓群出土 当时全线都未知轰动 整个墓葬群界线分明 排列集中而延续 大小不一 山腰下的大墓较多 山下的小墓多 根据墓葬规格的大小 出土的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不一 一八厨的墓有363座 时代从西周一直到 跨越比较大 出土的文物规模是为啥之大 出土的文物很丰富 有青铜器 有陶器 有边中 有铜顶等等 还有玉器 在古墓中出土了玉管 玉掘 水晶块 等大量精伟的随葬品 这些都是先民用来祭祀的重要起步 表明了先民对自然的崇拜 而随葬品的大量出现 让皇冠里联想到了村民 向博物馆上交的玉掘 根据年代来看 玉掘和横岭山古墓群的墓葬年代统一 他认为横岭山古墓的范围很可能远远不及于此 根据考古工作人员会议 这七件铜边中出土时 为层叠式对方 一个套一个 四周没有发现其他的遗物 根据边中的文士 相关人员推断 边中的年代大致可以定为春秋时期 至于这套边中到底是当地铸造 还是从中原引进呢 起初谁也不敢妄下结论 青铜边中是古代祭祀 或印象时使用的打击运行 中原出土的战国边中 形质稳定成熟 兵组序列丰富健全 不但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 还能表现七声以外的变化音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 能够演奏出美妙乐曲的青铜边中 大多在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 岭南地区很难出现 彭岭山新秦墓地的发掘 大量青铜器涌现 根据先后两次出土的铜边中和铜勇的对比 考古人员认为 他们铜属广惑 为本地铸造 随行的皇冠里认为 这些铜边中有可能是古代帝王宫廷用品 铜器很有可能就是古国所造 在查阅了一系列资料后 他将附楼古国和伯罗古墓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一个小小的境内 同时发现这样的铜边中 绝不是偶然 这与古国的存在是有关的 据吕氏春秋记载 这是史书上关于附楼国存在 以及所在地理位置的记载 洋汉之南就是洋洲之汉水之南 北越之际 北越是边际南方的一种民族的称号 民族是统称 既是边巡的地方 所谓既 波罗就刚好是在广东的边巡的地方 所以根据这个推论 这个附楼古国应该是在波罗 鼎南这一带 在古代我们是叫它做方蛮之地 是文字几在都市比较少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我们这边才陆续地开始见现 才开始有比较多的文字记载 所以这个附楼古国 在以前确实是文字记载比较少 对于我们的疑问 皇冠李给出了这样的回复 只有彻底了解了 波罗的古墓群 附楼古国的迷才可以迎刃而解 文物虽然不能说话 但对考古人员来说 都是有生命力的 看似不相关的文物 也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随后车行十分钟后 皇冠李带我们来到了一处瑶址 银钢窑址 位于龙溪镇银钢村 面积达十万平方米 出土了大量的陶瓷 铜和磁铁 并发现了四座战国时期的龙窑 葵门岛共存的就称为春秋时期 以米济门出土的就称为战国时期 葵门岛从米济门文石上有很大的差别的 目前在咱们银钢窑移植的表面上 和附罗谷国存不存在联系 它能不能够为附罗谷国的存在带来一定的佐证呢 我们不得而知 不管是贵族或者平民 都需要这些日常的烧桃制品 上世纪90年代 在银钢窑附近 村民经常都能挖到先秦时期的窑片 环冠里认为 大规模的桃器制作工厂 需要生产技术 需要一定的生产管理 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群体来消费 这就需要一个较强的经济团体来支撑 这个银钢窑子 是目前我们广东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最大的一座寄陶工厂遗址 它就需要一个集团 或者一个国家来支管理 所以我就大胆提出 这里恐怕就是富罗谷国 一处大型的企业 庞大的古墓群 精美的随葬品 丰富的淘气 仿佛让我们穿越千年 看到古人生活的种种场景 如果富罗谷国的所在地 就在波罗县境内 它的疆域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直到今天 人们还没能发现 古国城墙遗址呢 立这个国家城墙就建起来 我们波罗的老城明代才建起来 但是很早就已经迁到波罗这里 所以我们这个古国没有城墙 我因为这些很正常 它还不是很强大 它建立的时间很强大 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宫殿遗址 就往往印这个国家的存在 秦始皇八年 富楼一鸣出现在吕氏春秋 秦始皇三十三年 秦军平定岭南 设置南海郡 桂陵郡和象郡 其中南海郡潘宇 四汇 荣川 波罗四县 郡都设在潘宇 由南海郡 波罗县 此后富楼之名消失 现在战国末年 给陈彬打败 所以他成立的时间 应该是在战国的后期 成立不久 按照史书他 秦军王要统一中国 派兵 这样当地的所有都镇压了 这个古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给秦军打败而灭亡的 显然战国时代南方有一个富楼国是事实 灭亡的时间估计是在战国末年 根据相关资料 横陵山古墓之所以规模之大 台内有序 也许埋葬的就是富楼古国牺牲了军民